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央气象局今天上午针对全台多个县市,相继发布陆上强风特报,大雨特报,提醒民众可能会发生瞬间大雨,强震风。 另外,若要前往海滨活动,务必注意安全。 今天上午9时30分,中央气象局已就19个县市,包括基隆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、苗栗市、台中市、张化市、云林市、嘉义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平东市、宜兰市、花莲市、台东市、连江市、金门市与彭湖市。 发布陆上强风特报,中央气象局表示,因热带性低气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,今天下午起,各地,寒蓝雨、绿岛、沿海空旷地区,连近海域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等地,亦出现9至10级强震风,沿海地区恐有较大风浪,民众若要前往海边活动,请留意安全。 然,今天上午9时50分,中央气象局也就7个县市,包括嘉义县、嘉义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平东县、台东县与彭湖县,发布大雨特报。 中央气象局指出,因热带性低气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,今天嘉义以南、澎湖、台东地区、寒绿岛、蓝雨,亦有局部大雨,请小心瞬间大雨,强震风。 square点 大雨 大雨